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超级外援 这一位呢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 唯一的奥运的女子蹦床冠军 娜娜 何伦娜 欢迎 中国表演的何伦娜 稳稳地把自己 原进化的全套动作拿下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款 奥运会 蹦床女子项目金牌 祝贺她 好 接下来我们请何伦娜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下面这个考验 是什么意思 首先何伦娜展示 她的起始动作 这个是奥运冠军啊 起始动作 来 出发 出发 哇 哇 哇 成功了 好美啊 她很轻松 好轻松 她像飞上去了一样 哇 太酷了 哇 哇 漂亮 漂亮 结束 结束 哇 我是第一名 耶 完成了 完成了 呦 呦 哈哈 哈哈 好 维嘉拿到了进几分一分 接下来是她的颜值分 海涛拿了多少分 零分 我给她零分吧 嗯 那佳哥怎么得得拿个 得个一分左右 哈哈 试试你的慷慨 我给佳哥两分 那最后站上去了 对 然后举起来了 两分 你也给两分 好 文娜你给多少分 我 我 我给五分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姜哥就特别专业 他会去整那个垫子 其实我们比赛前都会把那些 就是觉得会有对你不利的条件的东西 都做好 姜哥的表情 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去整一下垫子 然后就没拿五分就找你算账 文娜 打多少分 给彭于晓 翻了垫子的 这就要看哦 一波一样的翻垫子 学我 学我 3.5 这个翻垫子怎么差那么多 对啊 翻垫子哪里 翻得不好了 他给我信号了 哦 哦 要坚持自己的力章 记住了 不是 下次的朋友们 又要搬 又不要看评委 好吗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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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文娜 2.5吧 为什么 因为他 他完全就忽视了那个方块 你知道 嗯 哦 我是参加什么比赛来着 我也忘了 不是展现自信的比赛吗 哈哈 我们把胡怡天这个表演 先打分 这种精神非常可取 这种精神非常可取 不光是为自己的运动做到以后 还给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 而且很巧妙的是马上卡在评委 要亮分的前夕 哇 多少分 5分 要不这样吧 我跟欣欣们双手合个十 好吗 谢谢 好 我们一天也拿到了15分